底下的那些施工的材料 那好像不一樣 0403大地震造成中和環狀線錯位 還在復原期就怕碰上颱風 再出狀況 新聞市長侯友宜一早就前往視察 但北台灣有風無雨 跟著停班停課 被質疑似乎不合理 新北市就是常來以來 就是按照中央氣象區的標準 所以我們都可以採取一次性 對外來做生意 侯友宜強調放不放假 尊重專業 但還原1號晚間7點半 新北桃園部分地區風力達標 雖傾向停班停課 但還需討論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還在評估 接近8點 基隆市長謝國良 孝哲和侯市長通電話 緊接著8點04分 電話一掛槍先宣布放假 共同生活圈不同步 8點10分 北北陶才發布視訊 停班停課 遭質疑是被謝國良突襲嗎 都有討論 所以這個部分也都是 事件事共同達成了共識 然後原則上 都在8點左右來做宣布 謝國良搶第一 蔣萬安被動回應 網友酸 架是拆糧團體給的 北部縣市都要配合基隆 尤其根據停班停課標準 平均風力達7級以上 或陣風達10級以上 24小時累積雨量預測 山區200毫米 平地350毫米 而氣象署資料顯示 10月2號到3號 北台灣雨量預估 都沒有達標準 風力預估也只有 桃園達標 不過我們沒有提早宣布的問題 跟幾位市長親自通過電話 大家決定後才各自去宣布 沒有因為任何其他理由 即便謝國良強調和罷免無關 北北基陶是共同決策 但逼近10月13號霸梁投票 難免被作聯想 三十輪陳俊傑 博明軒SV小組 新北報導